我做这个视频呢 希望更多朋友认识到更多种类的榴莲 避免被那些榴莲商坑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榴莲哥 今天我们看一个中国同胞买了一粒榴莲 227块 老公直呼被坑了 被骗了 来 我们看看什么情景 这位大姐呢 买了榴莲两天了 再不吃就要坏了 所以看到这榴莲已经转黑色了 来 我们看看它 开榴莲的过程是如何 然后 这个榴莲 蛮重的 八斤两两 买的时候水果放在上面 就是称起来是273 据他所说 他就给了270块 一共是9斤 然后拿回来就是8斤 如果两天的话 我想大概会流失 一个500g这样子 不会流失一斤 一斤就是大概500g 500g 有可能的 有可能 因为他太大力 所以 流失一定会有 但是两天过后 我就不敢100%的肯定 然后我想讲的就是 这里榴莲已经呈黑色了 而且有摔到 你看他的表皮 有摔过 所以摔过就会呈黑色 然后他的皮 他的刺那边 你注意一下他的刺 他已经有损坏的 这种损坏的摔坏的 他熟了的 那个 渗透 是熟不透的 所以有一些摔坏的 他可能这边 会熟透 那边摔到的 就有一点问题 因为他的肉已经发小了 来看看一下 这里榴莲 没有一点榴莲味 他在怀疑是 进枕头吗 进枕头一般上 我看很多人都 给他很好的一个评分 如果进枕头有这样的数字 这个是已经 在我们马来西亚可以说是 应该要丢掉了 或是 连西果也不如的 我们叫鸡打祸 鸡打祸就是 要丢的那种 可能是 几块钱 看他的肉 开起来 还行 因为他里面 还没有真的摔坏了 因为他肉不熟 看到他的肉都是硬的 所以一般上我们吃榴莲 我们一定要有一点 软 然后吃起来有榴莲味 那种很浓郁的榴莲味 你才可以感受到榴莲的 珍贵 吃的那个270块 还值得 那种物有所值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他们的表情呢 应该吃的很不满意 是吗 应该我可以这样说 这粒榴莲 它根本不熟透 因为它采下来的时候 可能不到70% 60% 60% 所以它怎样留 你留多少天 它还是熟不透的 所以在买榴莲的时候 我们应该看它的表皮 然后 我们一定要敲一敲 如果它的声音会 有点空洞的感觉 我们才买 这粒榴莲呢 应该 我可以说 是 reject的榴莲 就是 我们说reject的就是 被 退还的榴莲 所以在当场 如果 可以 如果你 怕被坑的话 就当场 开了这个榴莲 如果不行 我没有换 另外一粒 我就是 我教了很多 这些 朋友 整个去选榴莲 当然 她还是不放弃 这个大姐 她拿进去 这个 烤了一烤 可以吃吗 非常 非常有创意 非常有创意 所以 看完了这个视频了之后呢 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买榴莲呢 避免被坑的话 我们 一定要 跟这个榴莲 上 讲好 如果 我买的 收不透怎么办 或是 我买回去的 货不到一半 怎么办 如果你再担心的话 不要整一粒 不要整粒榴莲 带回来 就直接在那边叫它开了 这样 我们 才不会 拿回来那种 心痛 感觉到雾 有所知的感觉 根本是没有的 哪里有雾 有所知 270块 我觉得这粒榴莲 如果在马来西亚 一个10块钱 都没有人要买 对吗 所以 谢谢大家的观看 然后 如果你有什么 想要 请在留言区里面 跟我们讲 我觉得 选榴莲呢 最重要的就是 自己选 自己喜欢吃的 那种种类的榴莲 才是最重要 谢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分享 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